可怜的女人遭受了丈夫 长达二十年的家暴 这天在有一次 闻过了丈夫身上的酒气之后 遍体鳞伤的她 竟然被自己刀毛黯然的丈夫踩在脚下 随后内心乐度的丈夫 还直接趴在地上对妻子进行锁后 然而不仅如此 在经过长时间的虐待之后 丈夫还厚颜无耻地逼迫妻子 像奴隶一般地将地上的垃圾 一片片用最先进垃圾桶里 而这样屈辱的日子 则是女人二十年来苦难生活的日常 女人名叫小丽 她本来是一个拥有着 光明未来的大学高材生 但是原本开心快乐的她 却不幸在恋爱方面与人不输 错误地嫁给了一个 猫似文质彬彬的家暴男 这个家暴男不仅躺平了吃软饭 而且嫌软饭还不够香 居然强迫拥有体面工作的小丽辞职 去到夜店挣更多的钱来攻击自己回货 对此一向懦弱的小丽总是逆来顺手 然而与小丽情同姐妹的闺蜜 却是个十足的狠人 不同于小丽的软弱 心直口快的她 喜欢用更加坦诚的态度解决问题 自然这样银河的闺蜜 肯定看不得小丽受苦 于是她提醒小丽说 根据自己的内部消息 小丽的家暴丈夫 用小丽挣来的钱 给自己买了一份 十分可观的养老保险 打算对小丽 进行可持续性的接择而喻 而这份保险 对于意外深固的赔付 竟达到了六个亿之多 所以只要找到一个 至上足够欠费的冤大头 再依靠她干掉小丽的家暴丈夫 小丽就能顺利成长的 继承丈夫的高额保险金 拥有一辈子花销不完的财富了 长时间地被丈夫家暴 让小丽实在是忍无可忍 在金钱和自由的驱使下 一向懦弱的小丽 最终对丈夫起了杀心 很快在闺蜜的安排下 小丽就运用自己工作中积累的一些技巧 成功地吸引到了一个冤大头 而同请小丽悲惨遭遇的她 则自告奋勇地答应 用汽车把小丽的丈夫变成人肉馅饼 不久之后 那个冤大头打电话向小丽表公 声称已经把小丽的丈夫压被埋了 听到丈夫被埋的小丽 其不打一出来 因为自己本想伪造一个意外死亡现场 但谁知自作聪明的冤大头 却移不到位 直接给丈夫来了个毁尸灭迹 这种迫事如果让保险公司知道 别说是赔偿金了 自己会被判刑也说不定 然而还没等小丽想好好照事 耳下一秒 门口却突然传出了 原本应该变成肉饼的丈夫 却活生生地出现在了她的面前 看着眼前活灵活现的丈夫 小丽明白冤大头肯定是杀错了人 而冤大头这次不计后果的错杀 也把她和闺蜜杀死家暴丈夫的计划 送入了危险之中 第二天 小丽赶忙将士气告知给了闺蜜 在赶忙讲冤大头杀人灭口之后 小丽和闺蜜再一次做下商讨问题 经过激烈的头脑风暴 作为夜店老炮直男杀手的闺蜜 提议让小丽先把老公灌醉 再让小丽给老公洗桑拿泡热水澡 这样高温之下的麻痹和缺氧 就能把她的家暴丈夫 无比丝滑地送去地府 并且根本没有破绽客查 于是回到家后 小丽遵从闺蜜的交缩 以桑拿家酒的致命搭配 果真送走了自己的家暴老公 随后再按照闺蜜设计的话术 故作惊慌地拨打了报警电话 警察本来对家暴男喝酒 郑桑拿的骚操作有很大疑问 但是调查下来 以外身亡的结果草草结案 看着划进火化炉的丈夫尸体 遭受家暴二十年的小丽 也终于迎来了解脱的一天 就这样 丈夫死后 小丽成功地拿到了六个亿的保险金 拿到前后她所做的第一件事 便是中邪闺蜜的再生之德 再把救炎欢之欲 以成富婆的小丽 顺手就给了闺蜜一千万 以感谢她提供的巨大帮助 面对小丽机遇的霸气打赏 闺蜜大方地表示 东西来了救星还带什么人 随后便和小丽共同去杯欢庆成功 然而当小丽感叹她痛苦的日子 终于结束时 她却完全没有意识到 和她亲如姐妹的闺蜜 竟也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 这些疯狼的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